我们今天继续来给大家挑战植物大人僵尸之旅行版 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全新的僵尸 撑杆跳僵尸 这是第七关 我们还会遇到撑杆跳僵尸 但是我们好在拥有一个寒冰射手了 寒冰射手175 比普通的豌豆射手贵了一倍接近 但是它可以让僵尸减速 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175的植物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给你个土豆雷 好 四个向日葵 土豆雷呢也已经长了出来 继续向日葵 前期我们不发子弹 全靠这个土豆雷爆炸来解决问题 这样呢其实可以给我们省出非常多的时间 第二个土豆雷 还有一个拖延时间的利器 就是坚果墙 以及这个寒冰射手都可以让僵尸的速度变慢 好 我们已经可以买得起一只这个寒冰射手了 还是把向日葵先中足了 第一轮一般来的不是太猛了 好 第二个也炸死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种有土豆雷 我们撑起时间啊 争取直接给大家种这个寒冰射手 省事了是不是 来吧 寒冰射手 怎么僵尸不刷了 这儿有一个啊 来吧 给大家看一下寒冰射手的效果 看 僵尸直接被冻成蓝色了啊 它的重新装填呢也是很快的 所以我们可以迅速的种植第二只 前提呢是你有足够多的阳光 最下面的这个土豆雷又要爆炸了 请大家观赏 土豆雷爆炸之效果 继续寒冰射手 继续 好 每一行都有一个寒冰射手了 但是寒冰射手的这个伤害呢 跟弯豆射手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减速效果之后呢 我们就再放那个普通弯豆就可以了 弯豆呢毕竟便宜了一半嘛 下面有这个路障僵尸 路障僵尸的速度也放放了之后呢 可以增加我们攻击它的瓶刺 又出现路障僵尸 这次是三波的袭击啊 这个僵尸还是很坚挺的啊 这个僵尸也挺逗得吐着舌头啊 原版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啊 除了背景之外啊 一会儿我们越来越多激活新的植物之后 你就会发现植物和僵尸也略有不同 你就不停地种这个弯豆射手吧 好接下来呢是第三波第二波攻击 我们来放一些坚果 让这个举膝僵尸你都过不来啊 然后呢尽可能快的种植 其他的弯豆射手 再来一个樱桃炸弹 加一下素 它呢可以迅速让僵尸完蛋 好 每一行三个坚果 接下来我们要种一些这个坚果墙啊 避免出现撑杆跳僵尸 又出现撑杆跳了啊 竟然出现在这个位置 没办法 损失一个向日葵吧 好又出现撑杆跳僵尸 正好对的是一个坚果墙 跳过来我就直接开打 最上方出现撑杆跳僵尸 依然是向日葵伺候 然后坚果墙伺候 好的 我们最右侧呢也都有让这个撑杆跳僵尸 迅速起跳的一个植物设定 现在我们的樱桃炸弹都起不了作用了啊 诶 这儿拖开了口子啊 炸死你们 又出现撑杆跳僵尸 继续 坚果墙撑杆跳僵尸 我们的钱真的是要爆仓了啊 好接下来是最后一波僵尸来袭了啊 我们在此之前呢再来补一些植物 省得一会儿呢 僵尸来的时候万一突破了呢 是吧 首先又是撑杆跳僵尸 坚果墙补一个 这儿放一根桃炸弹 好 基本上应该是胜券在握了啊 好 得到全新植物 大嘴花 大嘴花呢 一口气吞下一只僵尸 但是咀嚼状态中十分脆弱啊 是可以直接被这个僵尸给攻破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